好 来看到就是今天的晨间快讯 根据了中国时报的报导 这位行男机长疯狂詹姆士 被前女友提告 现在呢 詹姆士是首度的亲自发文回应 而这内容多达142个字 他表示很抱歉 为了个人的私事 浪费了社会资源跟媒体版面 但是因为试涉司法 必须再次的澄清 他承认两人之前是情侣关系 但是分手过程并不是很愉快 有激烈的争吵 但是绝对没有对他做出性侵 施暴的违法行为 将会配合司法的调查 好 我们继续再看到 这是关于美国的总统大选了 那这根据的是UDN的报导指出 美国的总统拜登将重返竞选活动 并且痛批川普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黑暗演说 而现在尽管有多名的民主党议员 担心民意支持度下滑 以及拜登的健康状况 因此呼吁他退选 但是拜登团队还是坚称 他仍是最佳的候选人 并且始言击败川普 而拜登也发表声明强调 团结一致并能够获得胜利 好 我们再看到说呢 这个对手呢就是川普了 而他在共和党的提名演说 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在痛批中国 同时也放话 如果他当选一定会打趴中国 好 再来看到 现在这场美国大选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俄乌战争的走向 因此来看到 是先前这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暗讽 川普是想跟乌克兰要钱 不过现在传出 川普可能要跟泽伦斯基 一对一热线电话 好 继续再看到 这根据了中央社报导指出 微软大档机冲击到民航业 而现在美国的航空公司 达美航空 联合航空 已经恢复了部分的营运 但是这场全球性的电脑系统档机 打乱了航空公司的飞行时间表 并影响了数千名乘客 而且预计今天还会出现 这个班机延误跟取消的情形 而目前在全美已经取消 有超过了2200架次航班 以及有将近7000架次航班 因此被迫延误 那么也对全球的银行 跟健康照护等领域造成冲击 还有物流的递送服务 也可能因此被延误了 好 那继续再来看到 是关于这个绿电的话题了 这次呢 关据了这UDN的新闻报导解出 经济部的能源署预告 这个电业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放宽了现行的绿电交易限制 那么有三大重点 第一 是要开放这个 再生能源受电业之间的交易 将并网行除能与需量反应措施 纳入电力交易平台来管理 以确保电力的交易平台 运作中立公开透明 而修法的目的 是为了使绿电交易更有弹性 可以促进国内的电力市场多元发展 并回应2050近零转型的目标 而这修法草案将会依法公告60天 各界可在这段期间内提供意见 供经济部来参考 不过我们现在说到了电 那么看到是在昨天晚间 北市松山区的市民大道 跟复兴南路一带 疑似因为电缆线故障而突然停电 影响了大约50户人家 再关心是下周可能会有台风的威胁了 目前在南沙岛海面以及菲律宾 东方海面各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而根据气象署最新资料 都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 以及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表示 将在未来的24小时成为今年第三号凯米台风 第四号巴比伦台风 而根据了气象署目前的预测路径 直接登陆的几率是中偏低的 但是暴风圈有机会擦过东部海域跟北部海域 而如果台风再强一点 暴风圈再大一点 或是勾压再强一点的话 那台风稍微偏西 靠近台湾一点 暴风圈就会碰到陆地 但是下周三到周四 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到台湾 以及各地的善区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